A B 两人去买 酸奶 A 买的话差了 买 B 买的话差了 酸奶 现在何买差 一元 要你求的是 酸奶多少钱 对 酸奶多少钱 来 我们可以结合这一条线段图来理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一条线段 我表示的是 A 它带着钱 那么这一条线段 我表示的是 B 带着钱 整个这条线段 就是酸奶的钱数 那么这个部分是多少 因为它两合买差 一元 现在看到第一个条件 A买的话差了五元 A 它只有这么多钱 它一个人买的话就会差这么多 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 A所 差的钱数是多少 五元 A 的话买差了五元 那么我们这个 B 的钱数就得出来了 多少 四元 好 B 四元得出来 再看到第二个条件 B 买的话差了三元 B 的话只有这么多钱 它差了这么多 差了这么多 那么就是这一段到 这一段的费用 A 是三元 所以 A 带了多少 二元 这一个就是二元 这一个就是二元 现在这个算了多少了 一元 2 加1 加4 得到 一元 来 一元 2 加4 得到